本港与新加坡的旅游气泡计划 去年因受疫情影响各自至今再次落实 政府昨天26日上周11点半召开记者会 会社邱腾华、聂德权 就新加坡开展旅游气泡及回港业计划 做了详细的讲解 上月5月中旬退出回港业计划 根据旅游气泡协定下的专属航班 上月下月26日启动 在两地疫情保持稳定下 靠近航空会逐步有罪感恢复往里 根据计划安排 回港业从今日27日起开放预约系统 所有满18岁以上的本港居民 都可以在网上申请名额 申请人员每次罪多 可以为3名同行的本港居民登记 包括18岁以下的儿童或青少年 以及老人等申请 与此同时也需要 在抵港当天或之前的14日 需要证明没有去过香港 内地或澳门以外的其他地方 或内地一跌中高风险的地区 成功预约的本港居民 需要在回港当日或当日的3日内 到内地一间或认可的机构 进行核酸检测 并取得纸本报告证本 检测结果呈阴森 就可前往办理入境手续 将阔面14天的强制检疫 随着本港第四波疫情趋势稳定 政府积极与新加坡商讨 重启旅游气泡 两地就最新安排已达成共识 首阶段由5月26日至6月9日 由新加坡到港 港到新加坡 每日各有一班机 每班最多只容纳两班名旅客 6月10日在实施第二阶段 即每日增接两班机 每班仍然维持两班旅客 但前提是港新两地 无源头个案 虽是7天内平均确诊数 不超过5中 新加坡旅客占整体访港旅客比例不算大 在同等体量国家或地区中属于中等水平 旅游气泡的意义 并不是在于有多少旅客离港 而是为了大家憧憬旅游复苏 踏出第一步 也为将来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商量通关 提供数据和做法方面的经验 虽然香港的疫情经历了四波反弹 但大家始终坚信香港能够度过这线难关 政府积极主动作为 后召全港市民接送疫苗 积极与新加坡挫伤旅游气泡 如今旅游气泡 回港业得以实施 不单能满足市民和商界的跨境出行需求 更是香港重拾昔日烦祸祸 不可或缺的助推起